那我們今天來分享扭傷期間 該做哪些運動 然後讓你的消腫更快速 Let's go 第一個動作 雙手放在腳的內懷跟外懷 那五個手指就固定在腳踝這個地方 那腳跟放在地板上 幫我放輕鬆的 在你可以的範圍內勾踩的動作 可以盡量做多次 反覆的15次 那三到五組或是更多都沒關係 但重點是就是不要痛 第二個動作的話 腳踝雖然是這邊扭傷 但是有可能伸直肌受傷 那我們可以透過伸直肌肉的動作 幫助我們的腫脹消除 雙手放在腳踝上面一點點 那雙手靠著 把腳趾翹起來 再用屈指肌稍微抓一下下 然後帶點打開也可以 那反覆10到15次 三到五組 那做完之後最好的效果是 你看到你的腳趾這些腫脹有消除 然後或是你的活動度 你覺得腳踝變得比較鬆一點點 那就是只有做對的意思 那最後一個動作的話 就建議在睡前或起床的時候 去做 把腳抬高 躺著之後 做往上勾 往下踩的動作 那這一樣盡量做多下一些些 那透過小腿的肌肉 讓我們的腫脹趕快消除 抬高是因為地心引力 幫助腫脹帶回來身體中間 那如果我在運動過程當中 有任何的動作問題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們知道 在做對的動作 用來做對的動作 那是不容易